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丢到我了啦 小溪 你不会等了 小溪 很晚了 要回来吃饭咯 你的功课还没有做好 好啦 再等一下就好了 你看 我妈每次都一直催 妈妈都是这样的啦 黄瓜 赶回家啦 不要再玩啦 八呆 你还在做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回来 我妈在救我了 我要赶快回去了 怕我的屁股也要痛了 我也是 那小溪 你也快点回家吧 拜拜咯 明天见 明天见咯 好吧 拜拜 这个时候 卖气球的海马先生经过 小溪就被吸引过去了 花花乐园开幕大放送 小朋友赶快来拿免费的气球哦 哇 免费的气球哎 好好玩哦 我想去看一下 小溪完全忘了 妈妈叫他早点回家的事 跟着海马先生越走越远 走着走着来到了花花乐园的门口 哇 好厉害哦 章鱼先生有那么多脚可以接好多球哦 我的眼睛都快花掉了啦 哇 好花丽的服装哦 还有好热闹的音乐 真是太好玩了 小溪不断地被路上不同的东西吸引住 游得离家越来越远了 等到小溪回过神来 她发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奇怪了 这里是哪里啊 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啊 小溪继续往前游啊游 看到一间大房子 门前有警卫 她想去问问警卫回家的路要怎么走 小朋友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快点离开 我 我 我只是迷路了 叔叔 你可以告诉我我回家的路吗 走开 走开 我怎么会知道你家在哪里啊 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好吗 好可怕哦 妈妈 你在哪里 糟糕了 我好迷路了 怎么办 我好饿 我想要回家 我会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婆婆 你请问一下 你知道珊瑚城海葵街在哪里吗 哦 哎哟 小朋友啊 你迷路了 哎哟 你一定吓坏了吧 我当然知道在哪里啊 来来来 这颗糖果给你吃 请来喝杯果汁 我等一下就告诉你啊 小夕原本已经要把糖果放进嘴巴了 突然想到妈妈说过 不要乱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又闻到了糖果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小夕觉得不太对劲 就在门口不敢进去了 婆婆 你家门前为什么有这么多玩具啊 那是因为我很欢迎小朋友来我家玩啊 可是 怎么看起来好像很久没有人玩过了 哎 那是因为他们都在屋子里玩 哎呀 你要不要进来嘛 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玩哦 可是 我怎么都没有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呢 还有 婆婆 这糖果你可以先吃一口吗 我觉得味道闻起来怪怪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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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给你吃的 我怎么可以自己先吃呢 呃 现在没有小朋友的声音啊 呃 那是因为可能大家都在睡觉吧 婆婆 你直接告诉我珊瑚城海葵街在哪里 我不要进去 什么 问那么多还不进来 你快点给我进来 啊 你怎么这么凶 我才不要进去 你这个坏婆婆 原来鱼婆婆是专门骗小朋友的坏人 小心发现后 吓得赶紧逃走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天都黑了 我肚子好哦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啊 哎 小溪 你是小溪吗 呃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谁 呃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啊 你妈妈要我来带你回家 真的吗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我妈妈的朋友 那我问你 我妈妈长什么样子 我家在哪里 我妈妈做什么的 我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奶奶叫什么名字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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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 我迷路了 你可以带我回家吗 哦 小弟弟 当然没问题啊 刚刚这位阿姨说是我妈妈的朋友耶 那警察叔叔 你也带他一起跟我回去找我妈妈可以吗 哎 阿姨怎么不见了 刚刚还在这里跟我说话啊 小弟弟啊 那可能是诈骗集团哦 专门诱拐你这种乱跑的小朋友 还好你没有跟他走 要不然 叔叔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得了你呢 是我自己猜完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们家在珊瑚城海葵街那里 警察叔叔 你可以带我回去吗 好 珊瑚城啊 没问题 你上车吧 好 珊瑚城啊 你快点去吧 螃蟹警察驾着车 不一会就把小夕带回家了 爸爸 妈妈 我回来了 哎呀 小夕啊 你终于回来了 你吓死我们了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是我贪玩乱跑 还好有吉他叔叔送我回来 不然我差一点 就被坏人抓走了 好可怕哦 警察先生 谢谢你 小夕 以后不可以再贪玩了 知道吗 要去哪里 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才行 我现在知道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贪玩了 好可怕 哈哈哈哈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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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里有个地方 总是非常热闹 这里就是香蕉乐园 乐园内有许多活泼的猴子 每天都在玩游戏 但是这里却有一只猴子最安静 它就是小波 小波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 我 我才不要嘞 你们的游戏很幼稚 而且每次都是我赢 一点都不好玩 哪有啊 对啊 上次明明就是你最爱输 而且我们这次玩的游戏不一样哦 嗯 我们这一次啊 要我知道要怎么玩 但是我今天不想跟你们玩 哦 好吧 那我们自己去玩哦 我们走吧走吧 耶 驚险刺激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哎 小波觉得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猴子 所以平常连爸妈要教他新事物 他也不想学 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学别人 考他自己就可以了 而爸妈也很头痛 不知道该怎么教他 嗯 好几年过去了 长大后的小波还是很孤单不快乐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且从小到大 有一件事一直让小波非常烦恼 就是香蕉乐园每年都要举办的成年礼 一年一度的成年礼要开始了 照习俗所有成年的猴子 要去丛林深处冒险一个月 每个人都要摘下稀有的金黄椒回来 才算是真正的长大哦 我来分配一下 胖呆跟小泉 皮蛋跟阿虹 牛牛 你就跟小波一组 猴娃 我已经习惯一个人 而且我也不会照顾别人 更何况还是个女生 成年礼规定两个人一组的目的 是要两个人互相照顾 而且也可以互相学习 明天一早大家就出发吧 一路上小波走得很快 完全忘记妞妞跟她一组 结果翻了几座山头之后 才发现妞妞不见了 喂 妞妞 快点出来 我们还要赶路呢 结果丛林中空无一人 只有小波的回音 妞妞 不要再玩了 我要生气了 妞妞 妞妞 好吧 那我在这里等她好了 看她要玩到什么时候 小波就坐在树下等妞妞 等着等着她就睡着了 好痛哦 奇怪了 等了这么久 妞妞应该要跟上来了 对啊 难不成 她逃回家了 这样下去会来不及的 这个时候 小波听到 远处传来很微弱的声音 小波 救命 小波 这是妞妞的声音 妞妞 你在哪里啊 小波 小波 我的脚好像被刺到了 好痛哦 帮帮我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为了赶上你 所以走很快 没注意到这个陷阱呢 真麻烦 小波虽然边救妞妞边念 但也好心地把妞妞从陷阱中救出来 两人晚上就在森林中的大树洞里过夜 但是没讲几句话 两人就为了找金黄礁的方向炒起来了 是往北边 没有错啦 可是我爸妈说 他们以前是在东边找到的 而且那边有好多果子可以吃哦 我不相信 总之呢 我明天会往北边走 要不要跟随便你 怪不得大家都不跟你做朋友 因为你太自以为是 而且又不合群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呢 我就是要往北边走 整个晚上两个人吵得很凶 没有人要让步 到最后两个人都生气地睡着了 隔天一早 两人生气地互相不理对方 分头往不同的方向前进 小波跟妞妞分开后 走得很快 才三天就到了北方 终于到了 好惨哦 完蛋了 这里一根香蕉都没有 全都是枯树 我找错地方了 看来我现在只好回头去找妞妞了 看来我现在只好回头去找妞妞了 小波 你动作很慢呢 我等你好久了 妞妞 奇怪了 你怎么会还在这里啊 我本来要跟胖大他们一起走的 可是我想到我们是同一组啊 而且我担心你找不到金黄椒 所以就留下来等你了 对不起啊 我当初应该要听你的话的 没关系 我已经帮你把金黄椒摘好了 你休息一下吃个香蕉 我们再回去吧 等小波恢复精神之后 她跟妞妞就带着金黄椒 开心地回家去了 小波还有妞妞 你们这一组回来得最晚 不过在这次的冒险旅程中 你们除了找到金黄椒以外 还有什么感想吗 我发现 其实小波是个很善良的人哦 我发现 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 今好这一次有妞妞帮忙 我们才能够找到金黄椒 很好很好 从今以后 不管是人或者是士 都有很多道理让我们学习哦 是 我们知道了 那现在 我宣布你们两个都长大成年了 大家都开心地欢呼着 小波也跟所有的朋友道歉 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他以前的 不自以为是 而他也发誓 以后要向大家学习 交更多的好朋友 好朋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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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